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古老的情感化作千里 化作山水 绵绵在时光里 偏若金鸿间是东方美学的意愿 美超越所有的差异与隔阂 心有秋鹤才能掩存山河 千米江山不止千里 我是孟青阳 国语世界说 大家好 我是孟青阳 一名舞者 咱们先不说舞蹈 我想先给你们讲个故事 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位少年 十八岁时就画出了一幅传世名作 而他的名字在美术典籍中却遍寻不到踪迹 后人根据画作卷后的提拔才知道他的存在 更有传说 他在完成这幅唯一存世的作品后 二十岁就刻然尝试 他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仅凭一幅作品就名垂千古的画家 这就是北宋的天才少年西梦 而这幅画作就是中国青绿山水画的巅峰之作 取景于庐山和鄱阳湖的千里江山图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 今年的央视春晚有一个节目 出自舞蹈诗剧《直此青绿》的选段 我在其中担任了林武 这部剧的灵感正是来自千里江山图 青绿从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东晋开始 成为中国山水画的主要色调 也是当时的文人雅士 认为大自然应有的色彩 其中的石青和石绿 是来自天然的蓝铜矿和孔雀石 用来表现色彩壮丽的秋鹤林全 历经千年也不褪色 而这种色彩也在我的人生中 产生了深远的影像 这个故事得从我拿到 青绿这个角色的时候说起 刚刚接触到青绿 导演就告诉我 他很与众不同 跟我以往演移过的所有角色都不一样 是个物化的形象 也许还是化作青绿江山图的灵魂所在 是个纯血液的角色 当时真的感觉这个角色离我太远了 该怎么去表现呢 最开始的一个月 我们没有练任何具体动作 所有的演员都在寻找一种安静感 当时我们一个仅有的状态 就是抬头望月 明月在这里代表着时空的桥梁 也是青绿期许着 我们这个世界开见时的所愿 这种状态也是为了还原 千里江山图 沉稳内敛的宋代审美意境 练久了以后 感觉时间都变慢了 心态也平和了 渐渐地画魂青绿有了清晰的边缘 我垂目转身 透过画家西梦的双眼 看到了一座座小山 变换成险峻的风鸾 千年时光交错 我终于找到了和角色的精神共通点 精神有了 怎么表现形态呢 宋代女子温婉柔顺 溜尖锤背 慵懒清冷 和我本身的形体特点有很大差别 再加上我以往习惯的方式 是状态昂扬的第一直观视角表达给观众 这都不太符合宋代美学 当我第一次穿上青绿的服装时 导演说我像是穿着婚纱的美人鱼 这让我太失落了 于是我暗自打气 当舞者二十多年 有那么多的舞台经验 怎么可以找不到角色气质呢 所以我开始去看宋代诗词 学习传统文化 同时我花了不少时间 改变原先的惯性 让气往下沉 往内走 寒凶 垂背 达到宋代女性气质的那种状态 在角色里沉浸了五个月后 我慢慢找到了那种宋代的审美意境 我记住了导演的一句话 心有秋贺 才能眼存山河 然后就是用动作来赋予轻率生命了 其实大家最熟悉的肯定是青绿妖了 它在直死青绿的语会中叫做显风 表达的是画作中显峻陡峭的山峰 在舞剧中 这是一个长时间维持的动作 下摇虽然是基本功 但是导演要求坚持四个八拍 用来比喻显风的静态 有十几秒之长 非常累 长达四个八拍的音乐中 我的腰和地面几乎平行 要在一个极慢的速度里 到达那个位置 停住再慢慢起身 所以排练之外 我也花了大量时间去练习腰腹力量 这样才能做到状态沉稳 一气合成 冲完之后青绿出圈了 有网友说他深深体验了一把 什么叫做宋代美学 还有的说 自己不只是文化自信 简直是文化膨胀 花艺博主以青绿为灵感 创作了插花作品 美妆博主把远山梅和青绿山水 融入了妆容 我还收到很多关于青绿的插画 有水墨风格 也有很Q的卡通风 只死青绿二创大赛词条还冲上了热搜 更没想到的是 外国网友在看到青绿的视频后 也引起了热议 有的说完全被支支舞蹈迷住 让人起鸡皮疙瘩 只有中国人才能跳出这种神奇的舞蹈 既古典又现代 充满智慧 像艺术品有了生命 还有人说 没有英文能够形容这种感觉 对中华文明 Respite 然而 在这么多一美之词奔涌而来的时候 我却开始思考 其实青绿之前 我多次上过春晚了 可这一次 真正引起了一场全民 甚至全球关注 是什么力量能够掀起这样的热潮呢 当然 演员的表现很重要 但更深层的原因 我想 是中华文化本身的魅力 首先 青绿大胆地用写意的中国古典审美 构建起全剧的精神意境 呈现了东方美学的精髓 其次 是不刻意取悦观众 但又无比虔诚的演出状态 所有演员的表情 并不是常见的喜笑颜开 而是代表着山水之美的一种 冷峻凛冽 这种深邃的审美 是中华传统文化自带的基因 青绿 引起的化学反应 其实中国人 对自己文化的一种基因共鸣 也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带给外国观众的灵魂震撼 而我从心里也油然而生了一种使命感 我希望更多青绿被发现 被诠释 中华文明 辉红磅礴 又深奥精威 是历史银河中最耀眼的星星 它值得全人类为之骄傲 也值得被传播到全世界 我们这一代舞者 出生在一个非常幸运的时代 全球越来越频繁的文化交流 让我们有机会去到世界各国交流演出 领略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舞蹈艺术 当我们看到 西班牙 Flamingo舞蹈的热情奔放 爱尔兰大河之舞的壮美实实感 还有澳大利亚土著舞蹈的原始野性 每次都被他们的独特力量所震撼 当然 我们也有了更多机会让外国观众看到中国传统舞蹈的魅力 其中最难忘的一次经历在贝宁 这是个非洲国家 离中国有一万公里 坐飞机要将近二十个小时 与我们的文化差异那么大 我曾经很担心 这里离中国那么遥远 当地人会对中华文化有兴趣吗 表演前 我看到当地观众带着好奇又陌生的眼光看着我们 有些疏离 可当我们开始表演跳起中国传统舞蹈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的目光渐渐变了 眼神从疏离变成了专注 从专注变成了经验 还有一位婆婆嘴角上扬和我对视 热烈鼓掌满眼感动 而我也因为他们的感动表演得更加投入了 舞蹈你没看过 没关系 文化你不了解 没关系 你不认识我 不熟悉人物 也没关系 因为那一刻 我知道艺术之美已经超越了所有的语言隔阂 文化差异 来自东方的美已经触动了它的心灵 我自为一个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播者 也觉得无比自豪 传统文化有很多有趣的方式去呈现 比如法国的艺术家通过VR虚拟现实技术 重现了巴黎圣母院近千年的历史 日本设计师用机器人表演传统茶道文化 积木品牌推出世界文化遗产系列 搭建了金字塔 吴歌窟 罗马斗兽场 还有我们中国团队通过电脑杀核游戏 重现了清明上河图 这些妙趣横生的创意 让全世界都叹为观止 艺术之美是国家与国家间交流沟通的纽带 每个国家的传统文化艺术 更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千里江山图描绘了自然景色的壮美 直死青绿中千年河山的古典意境 和现代权势交相辉映 隐隐呈现了天才少年西梦 对祖国秀丽山川的深厚情感 她用灌注了深情的画作 把中华文化之美延续了近千年 仿佛二十岁的她从未离开 这种深情是人类共通的 我很庆幸我的身份是一个舞者 可以用我的舞蹈向全世界传达我的祖国 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 也许舞者生涯是有限的 但舞蹈作为一种语言 所能承载的记忆和情感 却是无限的 艺术的精神是自由交融的 不仅限于舞蹈这种形式 我想向全世界的青年提出一个倡议 让我们都能把自己国家的文化瑰宝 用更多元的方式在全世界传播和分享 创作出更多流光溢彩的作品 千里江山不止青绿 让青绿这样的作品 更多地呈现在全世界的舞台上 我是孟庆阳 谢谢大家 谢谢孟庆阳 给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分享 谢谢 其实我自己本人特别特别有幸 在上春晚之前 我坐在了这个剧院里边 看过一部完整的舞剧 其实我当时就觉得 中国的传统文化实在太美了 美的不仅仅是这幅千里江山图 更美的是这些优美的舞者 把它演绎出来 网友对您的评价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特别是各种的社交平台上 已经开始了这个二创 我不知道你在看到这些网友 对子子青绿如此喜爱的时候 你自己的内心有怎样的感受呢 网友的评价 以及他们的文字 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 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我自己的呈现 它像杯子里装满了那个冰块一样 但是观众的对你的一种理解 和一种见解 他们用文字阐述之后 他们像水一样浇灌到 我这个装满冰块的杯子里 它变得更加满了 它让我对我自己角色塑造的时候 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所以今天你也看到我们在现场 也有很多我们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青年代表们 让他们来和我们的青阳老师 这幅画卷当中的女子 来做一次时空的对话 好吗 好的 我来自香港的青年代表 我相信这样子的舞蹈 就像您说的 它是一种语言 它无需用一种 我们真正交流上的语言来表达 而是我们通过一些形体姿态 就能让他们感受到 我们中国的美 好的 请这位古巴的同学 我的名字是Wilson 我来自古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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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自古巴的演唱 我们从小时尖 之类的 我来自古巴的演唱 我们的设计 所以 我来自古巴的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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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的演唱 烧细的影响 而且用烤细的影响 通过的演唱 我来自古巴的演唱 因为我最喜欢中国的演唱 在中国的演唱 我自己在中国的演唱 很多人,那些人,在櫃,我找到一位教授, 我找到一位教授 讓我幫助 幫助 畫面 想清楚的古 Ara's profound 也 Erfahr到 這個教授的東西, 就是在中國的品牌 我還參與了這一些獸文書來看 他們在花投資 翻譯的東西 又是實際的活動, 你實在有發餘的經歷 我代表怎麼說 我為何自學學 被我們接到一個景圍 剛才說 後來曾說 那時候我們說 我会想到这里,我们不必须在家里面的画面 后我们看到我们的眼睛 而在他舞台中和舞台中的舞台中 我认为这个画面的名字 叫做《千里 江山珠》 我们叫做《千里 山山珠》 我认为这种画面的木材 我认为这种色的绿色 我认为这种很美丽的 很令人感兴趣 我希望她说 可以带到中国的国家 带到中国的文化 例如在我自己的国家 我们很喜欢舞蹈 我们很喜欢音乐 很重要 也很喜欢中国的文化 好的 谢谢这位古巴的朋友 特别是刚刚您提到的 《只死情侣》除了舞蹈本身 它更让人感动的是对于这种舞蹈 对于传世名作的一种演绎 也让我们的外国朋友 真的非常非常地喜欢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 非常美妙的世界文化融合的一种体验 很多的中国朋友们 肯定也对于我们这一个舞蹈 有着不一样的感受 是吗 大家好 我是刘一帆来自中国 我觉得当代舞蹈运术 和这个古代绘画的融合 创新出的《只死情侣》 无疑是春晚 乃至中国舞蹈的一道光芒 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美的 这个视听盛宴 它一方面彰显了我们中华文化的自信 一方面展示了融通的艺术风貌 我觉得《千里江山图》和《只死情侣》 是彼此成全的 前人留下了艺术瑰宝 我们后人在这块艺术瑰宝上 获得灵感 再次创作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之间的链接 向一道光浮去历史的尘埃 让我们这个更多的人 时隔千年能再次感受到《千里江山图》的魅力 也更加体会到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彩 谢谢 谢谢 其实做舞者这么多年 我会因为角色去感受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比如说《清律》 《清律》它是千里江山图 这幅画作也许是古人对于我们后人的一种馈赠 最终感觉会让你油然而生地产生了一种使命感 就是扛起文化大旗 去让更多的人 去让全世界的人了解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当下的中国青年已经开始在做这样的努力 在做这样的尝试 在做这样的创新 所以才会有了至此清律这么优秀的作品 不知道还有没有青年想要对我们的青年老师说些什么 好 这位同学 感谢这位俄罗斯的朋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那我也相信可能在现场的很多的我们的外国朋友们 可能也会对青年老师的舞蹈作品 或者是这样全新的演绎 有没有一些提问呢 Hello my name is Hassani I'm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I have been able to see that you've danced this Zhizu qinglu dance so beautifully and elegantly And although it's a very very beautiful dance It also is imbued with a sense of deep and rich cultural implications And I'm also very curious You've been able to do so much in this short amount of time And you're so young How do you plan to one day outdo yourself if possible? 遇到青绿是我的幸运 因为我觉得当你看青绿作为一件工艺品的时候 它是表现了古代文人不同领域的一种将心精魂 而青绿作为一种文艺展品的时候 它是勾连起了创作者和欣赏者一种共鸣感 但是当上了舞台的青绿 它是向观众以及向全世界诉说 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这就是我一辈子的使命 扛起文化大旗 做好我的文艺工作者 继续传承弘扬延续 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 好的 谢谢青年 也感谢我们的国际青年代表团的朋友们 今天除了来到现场的我们世界青年团的代表们呢 在我们的全球各地 有很多青年都在实时收看我们这档节目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来连线一位海外的朋友 看看他有什么样的观点呢 请看到屏幕 Hello everyone I'm Martin and I'm from the UK and I saw this dance only blue and green on the internet and it's really beautiful the dancers depict the beauty of the Chinese landscapes with moving dance gestures which make paintings seem like they are moving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ance and painting is very innovative and interesting and also I feel a char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 hope that in the future we'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communicate with Chinese dancers more and make dance and art more diverse and innovative at the same time there's only hope that more works like Only This Green will spread all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future realizing the art has no borders 好的 谢谢这位我们来自国际的 一位青年朋友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那么最后让我们有请 孟庆阳为我们点亮 本期节目的青年倡议 有请 我倡议 青年将不同艺术 更多元地传播于世界 构建更和谐 美好的江山画卷 谢谢青阳给我们点亮了 我们今天的青年倡议 宋代词人欧阳修 曾用五鱼裙带绿双锤 久入相塞红一抹 来描写古代女子的美 而这种美的意境 此时此刻已经跨越了 时间和空间 通过只此情绿 让今天的我们产生了共鸣 再一次感谢孟庆阳 和您的舞团 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绎 同时我们也感谢 现场的世界青年代表团们 以及我们的同声传译老师们 感谢各位 与世界说 让世界听见我们的声音 我们下期再见 其实中国人 对自己文化的一种基因共鸣 也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带给外国观众的灵魂震撼 而我从心里 也油然而生了一种使命感 我希望更多情侣被发现 被证据 中华文明 产生了一种灵魂震撼 产生了一种灵魂震撼 是一种灵魂震撼 最重要的心灵魂震撼 它值得全人类为之间 也值得被传播到全世界 它也可爱了一种灵魂震撼 全世界全世界